其實這次很開心 能夠在最佳生活時尚大獎 獲得了一個Grant Award 其實這個Award對我們意義都大 因為我們在2009年去計劃MTR Mobile的時候 遇到很多挑戰 其中一個挑戰就是 如何突破MTR Mobile 不僅是一個交通資訊的application 我們後來想到 用一個關於每一個人生活的一部份事 很關於每一個人的事 就是用一些Lifestyle 用一些吃喝玩樂和地標的資訊 用一個全新的演繹方式 就是Augmented Reality Browser AR Browser來體現 就是說用戶可以打開自己的電話 周圍都可以搜尋到一些 新的Points of Interest的一些地標 不僅是局限在交通的資訊上 這次拿到ICT Award 我想對整間公司 或者對每一個有參與這個project的同事 都是一個很大的規模 我想亦都令到我們更加有信心 可以在未來的日子 去發掘更多創意 和看看怎樣可以 用一些新科技 去apply在我們公司的服務上